同学们 大家好 接着我们来看到 第20单元的实战练习的第一部分了 20单元实战练习一 那么看首先第一部分的选择题 那么这个你是最像了 也可以有一种原因的感觉 对于呢之前的这个交易伙伴 老客户的A公司倒闭这个新闻 我不禁非常的惊讶 我不禁很惊讶 那么这是做一个固定决定表述 所以正确答案是1号 那么后面几个呢我们是干扰一下 它不属于文型的表达方式 正确答案是1 第二 以他的实力去考的话 要考过这个是及格 那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以他的实力 我们可以用で 那么当然在书面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把这个で换成一个 思って的这样一个 类似于注字的结构 随着字幕正确答案是3号 思ってすれば是瞬解 以什么弱势 以什么为之则 那么如果是逆解的话 那么就是何々思ってしても 就算去以这样来进行 也怎么怎么样 那么第一个 你基于A をもとに 以什么为基础 にかけて 在什么方面 高度的评价 这是答案是3号 第三 長引く不況で 企業の倒産 合遍が相次に 多くの人が失業 由于长期的不景气 長引く 長引く一般是指 予想以上に悪いことが つきました 这个事情一直在延续 在持续 而且超乎预想 因为长期的不景气 所以企业相继 相继的不断的在倒闭 合并等等 许多人不得不失业 那么还有人在这些主语 主体不得不做某事 我们可以用 された 所以教育们 这个答案是用吧 用になくされた 主语 因为某些原因 不得不做某事 我们用された 主语 另某一些个体 不得不做某事 那么就用された 比较好了 第四题 その段差は 足の手術から 二年間の治療と リハビリを ようやく部隊に 復席した 那个跳舞的演员 那个舞者 在脚腿 腿部手术的 两年之后 通过了治疗 还有リハビリ 康复训练 于是终于 再一次回到了舞台上 那么第一个 off-mai-de 立足于什么 以什么为基础 振り出しで 那么一般我们使用 を振り出しに 那么 へって 经过了这样一个 过程 ひかいて 面临即将做某事 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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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过了 两年的治疗 和康复训练之后 终于又回到了舞台 第五题 みんなの期待 本人には 最後まで がんばろう という意志が なかったようだ 本人には 对他本人来说 似乎没有 这个意志 什么意志 最後までがんばろう 我要加油到最后 我要干到最后 他本人 似乎没有 这个意志 那么 みんなの期待 和大家期待 怎么怎么样 那么第一个 にこたえて 回应 响应 什么 およそに 不顾 不管 にくわいて 和这个家 表示累家 おもとに 以什么 为基础 那么这段文字 大家期待他 要努力 可他本人 似乎不想努力 所以用一把 这种句子 多用来表示 比较消极的感觉 似乎 他根本无视 众人的期待 自己完全没有想 努力到最后的 想法 我们看作是一个文型中 留下的固定的表达形式 那么 する 再接 n的时候呢 这个男意详 要选择 se 的用法 而不能选择 し 第七题 司会者の あやふやな説明を聞いて 戴惑い 听了这个主持人的 あやふや 有点模仁两可的 很模糊的 说明之后呢 为我不禁 非常的困惑 戴惑い的话 就是这种困惑 为难的样子 不禁 怎么怎么样 那么照题目的话 首先我们看到 这是个固定文型表达了 其余是一些干扰项 きんじえなかった 我不禁 非常的困惑 那么 所以きんじえなかった 后面是不能接上 诸如 ざるをえない 不得不 つにわおかない 一定要怎么样 つにわいない 勤不自禁 那么这是重复的用法了 所以我们不需要加 这些后面的文型表达 直接使用 情感类的这种 名词加上 お 加上きんじえない 就可以了 第八题 社長のコメント 今日の会議を終了いたします 皆さん お疲れ様でした 那么社长的这个评论 社长的这个发言 我们今天会议就要结束了 各位辛苦了 那么社长发言是一个终点 是要结束的 所以这些答案是 お おちまして 那么这个用法 当然是比较正宗的说法 是用静止的说法了 那么につき 可以表示语的音 比较书面语的 告示性的用语 にかけて 在什么方面 比较是 じきつ的评价 およそに 无事忽事 那么都用在 消极的方面 第九题 選手たちは 30度を超える 妄想を ものともせずに 选手们呀 根本不顾 超过30度的酷暑 那么 用了 おもとせずに 出现的话 都用在 比较积极的含义上了 所以后面 往往说 比较积极的表现 那么 考虑这一点的话 那么第一个 他不得不练习 那就不太妥当了 这是比较 有种被迫无奈的感觉 所以赵提姆 这个答案是 三番 努力 治理 勤奋于做某事 所以 每天都很勤奋的 在进行练习 第四题 彼は 早く帰りたいと 言わんばかりに と 言わんばかりに 就相当于 と 言いそうに 他仿佛 眼看就好像是要说 我想早点回去 于是 怎么怎么样 那么第一个 早く帰ろうと言いだし 他说他要回去 帰れ と言う しまつ しまつ表示不良结果 说了 你给我滚 回去 テレビを見ようと 想看电视 荷物を片付け始めた 开始收拾行李了 所以联系已经 他开始收拾行李了 仿佛就像是说 我要早点回去 但这话并没有说出口 只是一种 呼之欲出的样态表现 看到第十一个 メンバー全員の努力 何々も無理ではない 那么全員的努力 什么什么 也不是不可能的 以全員努力 进行的话 那么要完成 这个计划 也不是不可能的 所以 表情这个名词 メンバーでの努力を 持ってすれば 瞬接 那么 今月中に このプロジェクトの完成も 無理ではない 所以也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正確答案是 4132 那么如果 以全体成员 一起努力 来进行的话 那么在本月内 完成这个项目计划 也不是不可能的 123 製品の品質問題 考え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那么第一个 に関して 关于什么什么东西 那么 今後の対応策 今後的应对策略 前例 以前有过的先例 off my day 基于什么东西 那么 に関しては 前面快是关于了 关于什么呢 关于产品的品质问题 所以 製品の品質問題に関しては 然后呢 在前 以前有过的先例的基础上呢 基于先例 来考虑以后的对策 所以 前例off my day 今後の対応策を 考え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2342 13题 その会社の実力 我が社が あえて挑战するんだ あえて 硬是要去挑战者 我们非要去挑战者 那么 その会社の実力 那么看第一个 新技術の 新技術的 失敗した 失敗了 思ってしま 就算以什么什么来进行 也 后面是一个转转逆劫了 那么 开発に 那么 这时候的话 开发 那么 这项新技術的开发 新技術の開発に 那么失敗した 那么 失败 那么 看下是 何々に 失敗した 然后呢 思ってしても 是个逆劫状态 所以我们看 这项目就出现了 その会社の実力を 持ってしても 就算 就算是以 那家公司的 实力 来进行的 可是 也遭到 失败的 这个新技術的 开发 所以这项目是 三二 一四 我们要去挑战 那么 挑战する前面 对象就是用 二 所以 开発に 是挑战する 的对象 那么 十四题 彼女は 周围の 奶奶に 通してきた 这个トース 坚持的意思了 那么 他不顾周围的 反对 然后坚持 自己的想法 那么 这首 四在二的前面 那么 这首 还有一个 并列结构 反対や非難 非難 指责 反対反对 所以 周围の 反対や非難 物ども 自分のやり方 通してきた 一直以来 他不顾周围的 反对和责难 而坚持 自己的 做法 トース 坚持的意思 正确答案是 三 四 二 一 第十五题 秋天 这个远足的计划 教育的计划呢 那么 不得不怎么样了 看二在最后 不得不发生了 变更 変更を 容断された 那么 然后 怎么样发生变更呢 为什么发生变更呢 予算不足の 因为 预算不够 因为预算不够 所以 不得不 发生了变更 所以这些答案是 四 一 三 二 四 一 三 二 这一番 好 那么到这的话 实战练习第一部分 就告一段落了 稍后休息 我们进入到最后一个部分 实战练习二 不忍告一旦 今期末成功 贸易将 达楼 新门